电影15年的谎言持续拍摄中 这次要拍摄的是医生与公务郎的内容 剧组为此专程来到了高千岁的医院 电影的拍摄是与日程的赛跑 特别是外景拍摄地堆制成表的影响 把比较难安排的外景拍摄安排到最前面完成 可以说是理所当然 比如这次 由于选择的医院白天还要正常营业 拍摄不得不在夜间进行的情况也有很多 由于这些因素影响 电影的拍摄顺序往往都是打乱的 有的电影甚至是从最后一幕开始拍摄 当然像15年的谎言 这种由菜鸟新人主演的作品 拍摄顺序大致上还是会遵照故事顺序就失了 一子镜头拍摄结束后 扮演医生的梅尔特发现 鲁比正一脸不爽地盯着自己 并发出了失望的感叹 梅尔特问鲁比这是什么意思 鲁比则十分困扰地表示 医生明明更加清爽一点 内心也应该是细腻敏感 同时又坚韧顽强踩队 说得梅尔特更加懵逼 不爽地问鲁比 你这个菜鸟是不是对我的表演有什么不满 鲁比则解释说 自己倒也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觉得医生这个角色 在作品中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应该就是个拢套吧 他对接下来的故事有非常大的影响 这个镜头已经差不多是电影结束部分了吧 梅尔特无奈地吐槽着 鲁比则继续自说自话 抱怨如此重要的一个角色 竟然选了一个土豆圆圆 听闻此言 梅尔特弃出了痛苦面具 但鲁比依然没有停止输出 唉 到底是谁选的角 一点品位都没有 真希望选角的时候 别老是打知名度和扩圈的算盘 而是从本质去判断 这样子岂不是跟单纯的COSB类毫无区别了吗 哎呀 要是让鸡川先生来演的话 效果绝对会更好的 这种话真的有点戳飞管子了 求你别说了行吗 但是在身为原作粉的我看来 这部电影根本就没有原作好吗 唉 土豆演员连说出来的话都这么肤浅 这个镜头可是在真实地点拍摄 曾经发生过的真人真事啊 不好好考虑到这层含义可是不行的哦 难道说你是什么都没想 脑子空空去演的吗 表演的时候至少有该对这个镜头 最低限度的尊重才行吧 真是的 你都做了好几年演员了吧 鲁比滔滔不绝的说嚼着 梅尔特则继续吐槽 她是不是被尤马传染了坏毛病 随后表示这些事情 其实不说自己也懂 包括演技部怎么样这一点也是 所以她只能依靠加倍努力来追赶别人 应付眼前的挑战 正因如此 我在理解角色方面 自认为要比别人下了更多功夫 梅尔特严肃地说着 结果被鲁比质问 你不觉得你对角色的理解完全偏离了吗 于是崩溃地抱怨 没想到连一生A这样的角色 都能有如此狂热的粉丝 就在梅尔特整理衣服的时候 路比发现她竟然带着第二次巡回表演的扭蛋周边 梅尔特说自己没有了解那么深 只是看到周边商店有卖就买下来了 还说爱的周边商品挺贵的 并解释说之所以带这个 是因为她知道医生这个角色是毕小婷的粉丝 所以专门跟服装师说 要把周边夹在衣服里面 那为什么要藏在衣服里面啊 夹在看不到的地方摄像机也拍不到吧 面对路比的追问 梅尔特认真回答说 自己觉得既然这个医生是个真正的粉丝 那她应该不会做出 在偶像本人面前显摆一样 带出来这样的事 如果带在看得见的地方 就变成了单纯给人物贴标签的行为 在我看来 她应该是那种比较胆小 竟做些拐弯莫小的事情 但是会在暗地里悄悄欲支持的粉丝 说的就好像你很了解一样 面对路比的质疑 梅尔特没有反驳 只是继续说起自己对角色的理解 她觉得医生应该是个很温柔的人 既然设定上是受过世患者的影响 才成了偶像宅 那小B是十分真挚地去面对那个患者 对那个患者庆祝了很深的感情 在梅尔特看来 医生佩戴的周边 可能就是从那个患者手中拿到的 所以会尽可能不离身地带着她 有点像是对那孩子思念的象征 这个小设定表现了 医生有规矩有笨拙的温柔 说到这里 路比突然拍了拍她的肩膀 并一脸明媚地说了句满分合格 你明白这一天就好 到这早点说出来啊笨蛋 仔细想想的话 当时的表演里 确实也能看出来医生的软弱和温柔 说不定演得还不错呢 咦 这么说来 梅尔特是不是还挺适合演这个角色的 哎呀 这么说来 动人舞台剧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演技不错了 我是一开始就觉得 梅尔特能够胜任这个角色咯 路比180度大转弯的态度 令梅尔特不禁有些害怕 并吐槽原作粉真是麻烦 路比则继续一脸明媚地盯着她 还说感觉已经开始尊敬梅尔特了 要跟着梅尔特一起好好学习 这才刚开始尊敬啊 嗨 我也不会一直是个新人了 哪怕是从我这样的人身上 应该多少也能学到点东西吧 我可不会因为你是阿库亚的妹妹 就手下留情哦 首先就从面对前辈 应该摆出什么态度开始 好好教你吧 就好好跟上哦 后辈 是 前辈 第二天清晨 路比来到蜀西的后院 并看到了坐在树上的阅读 阅读问路比和憧憬的人重逢 感觉如何 路比也如实相告 说感觉有点怀念 但既然已经知道医生就在身边了 那感想也就仅此而已了 随后吐槽 阅读真是从哪里都能冒出来 并一脸挑衅地问她 每次都是怎么过来的 难道是坐长途戏车吗 居然想要揭露神的神秘性 真是不知死活的家伙 在某些特殊的人群中 将我视为神明 时代敬仰的家族也不在少数 神道早已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当中 这家医院 说不定也是因为这些人暗中影响 才给出拍摄许可的哦 而且 对于我来说 这个地方 也是个充满回忆的地点啊 阅读望着医院感慨 陆比问她神明也会思想吗 得到的回答是那当然 阅读说神明也是各种各样的 有创造世界的神 诞生灵魂这一概念的神 喜欢混乱与不讲理的神 以及溺爱人类的神 甚至还有没察觉到自己是神的神 还说人们常常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得到神的帮助 因此应该对神抱有敬意才对 然而 这番话陆比完全没听进去 嘴上说的还挺了不起的样子 但是下周你就要上场了吧 你演得了吗 别小看神啊 当然演得了啦